那我等一下会先请他做一个发言之外 我们接下来有18位的陈勤民众在登记发言 会请18位陈勤民众发言 发言完了之后呢 我会请相关的单位 特别法务局、社会局、文化局、环保局 针对民众陈勤也好 或者针对你们要补充说明的做这个说明意见 完了之后 我最后会请专业小组的招一人 这个张国陵、张委员来做这个上市专业小组的说明 等专业小组说明完了之后 我再请各位委员表达意见 那我们就来做这样的进行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请陈立威议员的主任 李隋先生 主席在座各委员 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 那我想广时这个开发案的话 我想必须澄清的第一点就是说 事实上在民国97年 市府委托给重联粮行 去做整个招商规划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有把捷运设施进入到广时基地 然后纳入考量了 所以当初的整个重联粮行的一个本故事认为说 整个周边的整个交通服务 还有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不佳 所以说建议容积的话是维持210 所以说也不是说今天捷运设施进来之后 然后市府才把容积从210提高到400 我想这是第一点要澄清的 那第二点的话我想社区的 福德地区的民众包括大利的居民的话 都会有一个质疑啊 第一个然后我们广池这个基地的话 然后的整个公民住宅的设置 是不是跟其他基地基本上整个设置 原则是一样的 那能不能请杜巴局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保清段整个容积 还有包括说停车数目的规划 是不是跟整个广池开发案 目前有所要设置的公民住宅的容积 跟停车位的规划是一样的 这是请杜巴局这边要做第一点说明 第二点说明的话呢 是我想请教的就是 广池这个基地的话 基本上是社福设施用地 那我想容积整个调整到400之后 事实上整个提供住宅的部分 跟所谓的社福设施的部分的话 大概是整个基地的容积的话 大概是68%比32% 也就是说这整个基地 基本上整个社福设施部分的提供的话 上比例已经下降到四成不到了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说 这整个设计案它基本上 已经偏离了原先 作为社福设施用地的一个目的 那好不好说 也请杜巴局这边解释一下 所谓的在整个报告 业述第27页交通冲击的部分 就目前交通局这边的规划的话是 预计的话法定停车位的话 然后在社福设施用地这边的话是规划 汽车停车位的话是799位 机车位的话是1163个位置 那我们想请教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依据是什么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所谓的周边道路交通服务水准的话 可以从原先的D级提升到C级 这样子依据是什么 目前的话我们是有看到广词 社福用地这一块 但是也请各位委员不要忘记了 事实上还有商业用地这一块 商业用地这一块的话 也有提供住宅 然后也有提供一些商业活动 到时候整个外部进来的 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 我想也必须要把这整个变数的话 然后一并纳入 以上报告 谢谢 好我们下面